再來的話,我們畫一個各區的比例圖 一樣,油標放在這個區塊 插入樞紐分析表,一樣的動作案確定 接下來的話,因為我們剛剛多一個欄位叫區 所以把區拖載到列 再把區拖載到直 馬上算出來了 但是它的數量不是按照順序 而是按照它好像是列的筆畫 它好像筆畫少的放前面 筆畫多的放後面 所以如果假設呢,我希望請你幫我按照數量最多的 就是切到按鍵,切到最多的 幫我做排序的話,那怎麼做 一樣嘛,請你把油標放B4 再來的話,資料裡面找到什麼 Z到A就可以了,按一下 這樣就OK了,有沒有 記得油標放的位置不要放錯 我希望放這邊,你把它很精確 一定是做得出來的 OK,一、二、三 那再來的話,你可以看到 哇,數量最多的就馬上出現了 第一名的話,就是中山區 OK,第二名的話呢 士林 萬華其實沒有排第一 不過也排滿前面,也排第三 OK,那再來就是北投大安區 大安區,我們現在在大安區 大安區是最貴的沒錯 當然不一定是切到按鍵 也不一定是最少 為什麼呢 因為小偷應該都偷有錢的地方 有錢比較多的地方 比較容易失去 我在想這樣,因為有個關聯性 OK 那自然最好的 切到按鍵最少的 居然是大同區 大同區在大道成那邊 OK 那一區感覺也滿老舊的 感覺為什麼會自然 切到按鍵比較少 不過你們就可以自己講 我自己去那邊經過 我是覺得那邊互相 好像人跟人之間比較有互動吧 好像是那種比較老舊社區 雖然他們之間好像都有共同的 好像會去營造吧 我發現他們彼此之間好像都有聯繫的樣子 所以互相會照應一下 這個對治安應該會有幫助 OK 那再來的話呢 畫個圓柄圖 所以一樣 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分析 樞紐分析圖 找一個圓形圖 OK 當然如果你要花俏一點 你可以用其他 我用基本的圓形 按確定 然後再來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一樣 我就改一下 改這個了 叫各區比例圖好了 或者要各區切到比 反正就給他一個名稱 就 那一樣 反正字就把它 稍微換個顏色 大概二十左右吧 OK 然後也紅色字出體 好 那最後的話 按滑手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我的習慣 一樣用資料圖說文字 這樣最快 最後並且把中山區 把它往外炸開 按住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一先點全部 二再點中山區 三的話呢 按住它往外推 OK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 把各區的比例圖 給做出來 最後這個圖力 要不要讓它去掉 我覺得好像也沒 好像這個不太有需要 所以一樣 點一下旁邊 圖表項目 把圖力打勾取消 這樣就OK了 最後呢 把工作表名稱 一樣換成各區比例圖 OK 然後一樣把這個標題複製 在工作表二上點兩下 把它貼上一下 這樣我們就又畫出第二個圖了 OK 所以其實應該這樣就 越來越可以了解 原來這個跟我們想的 好像還是有個落差 原來想說 是不是像萬華區那邊 是不是竊道案件會相對比較多 看起來好像 好像不是 第一名反而是中山區 那為什麼中山區 竊道案件這麼多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再深究 其實你就可以看一下 到底哪一些的竊道案件 哪一條路上面竊道案件 不過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因為那邊有一條叫什麼 林申北路 是不是 OK 林申北路會幹嘛的 晚上最好不要 沒事不要去那邊吧 我發現那邊好像都滿亂 因為常常那個新聞都有報導 OK 我是不是不太知道 還有那附近好像有什麼 中山北路上面有什麼幾條通 OK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八大 但這只是我自己的推測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一個圖 就是 會是 各區 不是 不是各區 是那個什麼 路街道的 數量 當然我要統計的 如果我只要統計的話 你會發現 全台北市道路數量應該超過幾百上千條 可是實際上我不需要全部那麼多統計 所以最後 其實我只要列出前十名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最後我只是希望說告訴我一下 到底台北市 這個拿 切到案件前十名的排名 告訴我就可以了 然後給我一個乾脆直條圖 因為我想要知道數量 其他不用啦 你說畫個折線圖 因為跟時間沒關係嘛 畫個比例圖也不對 那這麼多條 你不能這一小小戳 你要比例 這樣感覺不對 乾脆給我一個簡單的一個直條圖 OK 所以最後的話呢 乾脆會是一個叫路街道的一個 什麼 路街道切到這個案件前十名的直條圖 類似像這樣一個 一個 這個圖 那應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剛剛這個先完成好了 那待會兒再來看